亲腹肩膀安慰伤心的阿嬷 印尼志工 Hayami加入慈祭大家庭8年 把握时间行善 也总是善用自己的笔 记录下真善美 67岁的她有两个孩子 加上自己热爱写作出过书 因此对儿童教育特别关心 她注意到大城市的孩子远离书本 是因为受到网路科技影响 但偏乡学童却有不一样的原因 Hayami口中的方案就是她在四年前 提出的阅读素养行动 积极向亲朋好友募书 每个月17号 她都会带着一箱箱的书 坐着摩托三轮车到邮局 寄到各乡村小镇 持续不间断 让亲友感动 刚开始也是有困难 因为邮寄运输费不便宜 只能询问雅加达 或者当格朗的图书馆 是否需要书 但这两年 印尼国家邮政公司 也推出了送书到偏乡的方案 因此费用全勉 目前已经送出2000本书 她说希望自己的行动 能点亮她的新灯 让穷乡僻壤 每个小朋友 都能受到书的启发 心灵富足 大学新闻 纸地芬妮 立万印尼报告